小五,我感觉小梧桐有点不对劲 冰公主,你是不是看错了 小梧桐每天都和我在一起 她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小五,这样吧 晚上我在对面的楼顶看着小梧桐 如果她晚上出来的话 我会跟着她 看看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小梧桐 到了晚上十二点 小梧桐一个人走出家门 而此时的冰公主在楼顶看得一清二楚 这时小梧桐来到十字路口转圈 转完之后又傻笑一会 然后躺在地上睡一觉 之后再跑到游泳馆游泳 做完这些 小梧桐又来到河边渐进的发呆 奇怪,这个小梧桐到底是谁 是谁跟着我,赶紧出来 你到底是谁 真正的小梧桐在哪里 想知道我是谁 那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谁 不好,既然是红魔女 大家快用三个狗头保护自己 我不管你是谁 但是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的话,后果很严重 岂有此理 既然叫我不要多管闲事 今天,我就用狗头能量消灭你 可恶 既然是我害怕的狗头 不好 既然让它跑了 下次我一定要抓住你 我还会回来找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